《聖人草神》 《聖人草神》 大家平安 我是迪全道神父 在中华殉道圣人朝圣地副本堂神父 今天我们来看《玛窦福音》第十八章 在这篇福音当中 耶稣在一次教导我们 宽恕的礼物是什么 宽恕是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 我们能够是一个自由的小孩子 我们是自由民主 那我们要学习彼此宽恕 彼此包容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在教导我们了 尤其是我们作为他的小孩子 和小孩子的人 我们要学习宽恕 我们知道小孩子就是那么单纯 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现在打架了 可是过了另外一秒 抱起来了 玩起来了 宽恕了 继续生活了 忘记了 所以天主要我们要像这些小孩子一样 那么单纯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过了下一秒 包容 抱起来 继续生活 可是这个不简单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宽恕就不容易了 因为我们就会记起来 记起来的东西没办法放下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宽恕的故事 很美丽的宽恕的故事 唯一的第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若瑟的故事 不管是旧约的若瑟 还是新约的若瑟 这两个若瑟的宽恕的故事 我非常感动了我 旧约的若瑟 若瑟他的兄弟把他卖二十块 他听到他们在炒价的 他们在跟那个要把他卖走的那个人 讲的价钱 他们把他卖二十块 可是若瑟 当他的兄弟们来埃及 为了买吃的时候 若瑟看到他们 他内心充满宽恕 他没有想报复他 他没有想对他们不好 反而想让他们更享受 他现在在享受的幸福 宽恕就是这样 若瑟能够跟他的兄弟讲话 讲到哭 因为他是可怜他的兄弟们 可怜他们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 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 父啊 不要给他们算这个罪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的事 宽恕是让我们变成一个自有的小孩子 在新约里面 耶稣也给我们立了榜样 当犹太人带一个妇女说她是犯了奸淫的时候 耶稣说了什么 他告诉他们 没有犯罪的人先给他丢石头 他们一个一个从罪他的离开了 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 宽恕是免费的 我们是白得来的 也是要白白给的 所以我们坚主宽恕我们 我们没有做什么 特别的是坚主宽恕我们 还给我们生命 还活着到现在 所以坚主也要我们这样白把的给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难 宽恕其他人呢 常常我们觉得很难宽恕其他人 因为我们的自我很大 我们只看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看 我们没有顾虑到其他人 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很难宽恕另外一个人 因为我们只注意什么 我们的伤口 我们只看我们的伤口 让我们真的的是离不开我们的伤口 所以没办法去宽恕其他人 有时候我们很难宽恕 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不想下来去宽恕其他人 所以我们也 所以我们也 如果我们能够去宽恕其他人 我们需要什么 如果我们体验到天主的宽恕 这样我们更有力量去宽恕 我们有时候很难宽恕 我们有时候很难宽恕是因为我们也 没有接受天主 这样白白地宽恕我们 所以我们没办法也去宽恕别人 那我们怎么做 能够称加我们宽恕别人的力量 有方法 天主给我们的 在阿弗所说 在阿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 那天主也会宽恕我们 这个非常重要 那在玛窦 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宽恕没有限制 宽恕没有最高的 宽恕是随时都要宽恕 不管多少要继续宽恕 不能说我已经宽恕了一百次 过了 宽恕没有数字可以说到了 宽恕是一直宽恕 每一天宽恕 每一秒宽恕 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宽 那到雅各书第五章 宽恕是带医治给我们自己 我们宽恕别人的时候 即使我们在医治我们的伤口 也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宽恕别人 在马古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 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去宽恕别人 我们的祈祷会到达前途那里 那我们不宽恕别人 这个不宽恕仇恨 就挡住了我们跟前途之间的关系 所以宽恕这么重要 你宽恕一个人 你都得到了自由 你都得到了医治 你宽恕别人 你跟前途的关系就很流利了 那宽恕有一个礼物 就是谦卑 很会宽恕的人就是很坚虚的人 很谦卑的人 所以兄弟姐妹们 如果我们想称加我们的谦卑 我们的谦虚 我们要学习管束 愿天主降服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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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